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 把这个梦想者计划形容为大赦 但是在他就证后一度似乎放缓了立场 誓言向80万无证青少年移民展现善心 但是善变的特朗普现在又宣布 要废除奥巴马时代 允许童年时期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 留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政策 没有理睬商界领袖有关 不要结束该计划的呼吁 特朗普为自己的决定辩护时说 应该以美国工人的利益为先 但是他也强调他对这些移民充满爱 我为他们的朋友们有一个大爱 人们在认为孩子们 但他们真的是年轻人 我为这些人有一个爱 希望现在总统会能帮助他们 做得正确 我可以告诉你 在总统认为总统认为 他们想要做什么 和做得正确 实际上我们没有选择 我们必须能做什么 我认为这些人能够做得很好 短期间是正确的 特朗普宣布将废除梦想者计划后 许多美国外来移民都感到心碎 我认为这些人能够做得正确 我认为这些人能做得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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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当天大批移民聚集在纽约特朗普大厦附近举行示威游行 示威者高喊着 我们在这里 我们不会离开 等口号 抗议特朗普决定废除梦想者计划 示威者还要求美国国会通过立法 为所有在美国非法移民提供更加长期的解决方案 奥巴马9月5号在声明中说 梦想者的心理和头脑中都认为自己是美国人 只是没有在文件上呈现出来 奥巴马还称特朗普废除Darka的行动 是残酷的而且会弄巧乘桌 贤富总统拜登也发推文谴责特朗普的做法 MDB7综合报道